欢迎来到Travel with Pro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最佳旅游地点的信息视频 Morning Ram 探索世界上最潮湿的城市 坐落在印度东北部卡西山的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市 Morning Ram Morning Ram 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降雨量而闻名 是世界上最潮湿的城市 年平均降雨量为11,871毫米 467.4英寸 Morning Ram 的极端降雨是由于它位于梅加拉亚高原 该高原位于吹过印度次大陆的潮湿季风的路径上 当这些风袭击Morning Ram周围的山丘时 它们被迫向上导致水分凝结并以雨的形势落下 尽管极端降雨带来了挑战 但Morning Ram的人们已经学会了适应它们的环境 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发展出一种与雨水和谐相处的独特系统 它们使用各种技术来收集和引导水 以供家庭使用和灌溉 Morning Ram 最显着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活根桥 这是该地区独有的 这些桥梁是通过将橡皮树的根编织在河流户溪流中而制成的 从而形成坚固耐用的天然桥梁 这些桥梁能够承受该地区常见的大雨和洪水 使其成为当地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独特的文化和自然美景 Morning Ram还拥有许多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址 例如附近的启拉蓬奇 Chara Pongi村拥有许多古老的巨石和巨石 而附近的Krem Mulu洞穴系统是印度最大的洞穴系统之一 尽管具有独特的品质 Morning Ram仍面临着许多挑战 极端降雨会使交通和通讯变得困难 城市的偏远位置使居民难以获得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 此外 森林砍伐和其他环境挑战导致了水土流失和其他问题 然而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Morning Ram仍然是一座迷人而独特的城市 充满了历史 文化和自然美景 随着世界继续面临一系列社会 政治和环境挑战 像Morning Ram这样的地方提醒我们人类社区的韧性和适应性 以及大自然塑造我们生活和世界的力量